每一年暑假台湾的大学生都会发起志工活动到太北的偏乡 教当地的孩子学中文 不过这些志工团他们需要资金 因此北港朝天空就资助大学生 希望让泰勉的孩子们能够学到正统的中文 上课了 学生们大声地念着课本的内容 声音洪亮 每个小朋友都很有精神 但是你绝对想不到 这可是下午四点钟开始的中文课程 这一上就到晚上八点半才结束 听起来有点奇怪 不过这是在太北靠近缅甸边界的福明小学 白天上的是官方的泰语课程 中文课程则是额外的加强教学 之前是因为泰勉孤军 以及昆沙集团重视中文教育 所以开办中文学校 让他们的后代不至于忘本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 孤军后代不再是这些学校的主要成员 取而代之的是当地的居民 甚至由远从缅甸边境越界为而来 学习中文的少数民族的下一代 因为不是泰国政府立案的教育机构 缺乏师资 缺乏资源的情况下 中华民国侨委会就成了他们资源的主要来源 不过这个地区超过一百多所的自办中文学校 资源难免不均 因此台湾的大专院校近十年来发起了太北志工服务团 除了带物资更带来受过训练的中文老师 在这边孩子他们打着赤脚甚至没有鞋穿都很自在很自然 可是我们在台湾可能就不一样就是一定会 一定要穿鞋啊然后怕脚会受伤 他们小孩是受伤是也不会跟你讲 老师我受伤很痛他们是就这样子流着血 直到我可能刚好看到他受伤 我才说你怎么受伤没有跟老师讲 然后他们才会说其实没有关系 就是也不用擦药但是我都会硬要他们擦药 所以他们真的就是跟台湾的小孩 甚至是很不一样 在他们身上我教他们华语 但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得到很多 每年到寒暑假 太北地区就会涌进大量的大专制工团 别以为他们来这边是玩乐的 吃不好住不好是他们要面对的最大挑战 一次一个月的服务 若没有相当的心理建设 很难熬得过去 就是睡在这里就对了 对 就是睡在这边 会有蚊子吗 会 还是会有 就是小黑蚊那种会比较多 它像偶尔 因为像我身高我比较长我没办法直着睡 我一定是斜着睡 北港朝天空从四年前就开始赞助嘉义地区 大专身太北制工团的活动 出钱 出物资 看着当地的中文学校 处处挂着中华民国的国旗 心中很是感动 这一趟来太北亲自考察 义工团在当地的情况 希望发掘更多需要帮助的学校 让妈祖的爱心能用在更需要的地方 我说 妈祖也是欢迎世界五大只二十岁国家 有今天一个国家 大家都在交流 他们会来信用妈祖也是说 对我们有关系 那也有付出的 所以把众人来的集资 这个善法可以善用 所以就是妈祖的爱 的指引 的精神发用 让人觉得讽刺的是 当年孤军对抗的中国政权 现在已经将触角深入这个地区 很多学校因为需要资源 都接受了中国方面的资助 不过条件是要学简体字 学校不能悬挂中华民国国旗 这也让当地的中文教育 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中文教育在太北地区不再是延续中华文化传统单一使命 现在已经变成未来在泰国社会上找工作的一大必备条件 不过未来会走向中国版的简体教育 还是中华民国版的正统教育 就要看政府已经民间后续的付出 以及重视的程度了 民事新闻郑孝欣在太北新叠村为您做的采访报道